今天是2019年3月23日 我们来到了旭老师的这个茶园 然后呢旭老师呢 今年是第一回用巧合力 对吧 那么就是让旭老师说一下 他在这个茶叶上他是怎么用的 然后有什么效果 这个主要是我来去年嘛 就是追负的时候用的 效果呢不错 今年特别是今年明朝 感觉啊就是整室非常好 而且颜头非常饱满 效果非常的不错 那说到是这个跟别的没用过的对比的话 咱们这个今年这个采茶量有没有增加 采茶量应该有明显的增加 明显的增加 这个就是比其他那茶了 就是这个春茶要提早 应该说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提前就摘了 提前一个礼拜 哦 整室非常 徐老师咱们这边一年用几回肥 一年主要是夏季用一次嘛 然后就是我们的秋季 秋季 就是两次嘛 嗯 那么夏季的时候 这个就是秋季的时候 咱师傅应该还得把巧合力用下去 啊 今年准备还是用嘛 因为去年我买了二十包嘛 嗯 效果感觉不错 嗯 所以说今年还要继续用这个巧克力 好的 来 徐老师给我们巧合力点个赞 啊 嗯 我可以厉害我 嗯 我可以厉害你 对啊 对啊 就这么来好 对啊 就这么来好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这么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